哎呀咱们家呀 难得能过几天清静的日子 日本人这么安静 我倒是觉得有点奇怪 天照计划行动 你们侦查有结果了吗 照说重要物资被捣毁 他们应该马上补充 可是这两天 我跟杜鹃在青城 把所有的重要运输线 都调查了一下 一无所谓 我得到的情报是 日本人停止一切运输 这要放在以前 我肯定认为日本人是放弃 那你现在怎么认为 人绝不是这样的人 再加上丁临 我认为 他们一定在计划着什么 进来了 行了 别忙活了 算一下 吃饭了啊 我母呢 在书房呢 我去叫她 好 现在就再等会儿吧 现在就再等会儿吧 你呀 吃饭了 好的 知道了 好的 知道了 好的 知道了 来 来 快点 拿筷子 你们最后一次见到江团长 是什么时候 怎么了 出车了 有事吃完饭再说 菜都凉了 来来来来 老爷 还真的要请你回避一下 回避 我们要讨论重要的事情 五官人员要回避 这是纪律 好 你们讨讨重要的事 我就无关了是吧 咱们家现在除了我 这都成了八路了 老爷 还有我 对 咱们老哥俩 人家谈重要事 咱们无关人员回避 伯母 到底什么情况 江团长来了几点 说日本人对我静查级地区的军区指挥部 发动了突袭 我们损失很大 指挥部 那江团长和军区领导没事吧 有赵二哥的保护 他们两个都没事 而且军区的领导也都撤出去了 可是我们指挥部这么隐蔽 怎么会被日军发现呢 是啊 通常我们的指挥部 不定期的都会转移 别说是日本人了 就是我们自己人 都搞不清楚他们的下落 可是这一次小鬼子 就好像是闻到了气味一样 长驱直入 差点就把指挥部给端了 怎么听上去 觉得像是有内奸啊 江团长也是这么认为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除了支援根据地的学生之外 就再也没有万人去过指挥部 他也怀疑在学生中间 混进了奸细 学生 好像是听江团长提起过 是我们送走的那边 都怪我 转移的时候太着急了 都没有办法 对他们进行审查 谁也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要把这个奸细给抓出来 不然鬼子再发起突袭的话 恐怕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可是我们一连头绪都没有 去哪儿找啊 这批学生是从青城走的 所以我想一定会留下痕迹 如果是学生的话 我倒是可以找一个人问 应该记得 向日本人告密的那几个学生 他们还在青城 应该在 有 但是我需要爹动用一下他的人手 麻烦您转达爹一下 不用转达了 他在那儿听着呢 爹 我这就去办 还是您了解爹 好 你跟我来 您的保证 您的保证 你追什么呀 你不跑我能追吗 你不追我能跑吧 好了你别再说了 你到底把他怎么了 把他笑成这样 我没动过他 我打的是别人 不信你问他 是 英雄对我以口头教育为主 怎么样 他最近乖不乖 我上次以后我就 你看 我已经参加三十九团了 你看 行啊小子 三十九团欢迎你 问你点事 究竟学校里边 有没有人和日本人 还有汉奸有来往 在学校里除了我 那当然我现在已经改协归正了 不过好像最近有几个人有 来历不明的钱 几个叫什么 他叫什么我哪知道啊 大概有 三四个吧 不过我上次见过他们 有一个女的给他们钱 那你叫什么 叫什么 叫妈什么 哎呀挺好口的 就英文名我不太知道 玛丽 对 你们认识啊 外国人 不是 中国人 话说得比我还溜呢 哎 我们今儿找你的事 你会说出去吗 今天有人找我吗 这样的人才 就都跑到你们三十九团去了 对了 到了三十九团 可别跟团长说你见过我 你是 老爷 夫人 大叔 少爷 怎么样 叫玛丽的又会说中文的 青城确实没几个 不过有一个叫金玛丽的 我觉得十有八九是这个人 什么来的 是个典型的交际花 开始靠几分姿色 成了茶商汤老板的情妇 后来又看上了吴敏的背景 做了他的眼线 不过吴敏一死 他也就销声匿迹了 这个吴敏 死了都不让人安上 眼线都插到八路中了 如果日本人把这条线接上了 你们八路就有麻烦了 金玛丽还在青城吗 暂时还不清楚 青城对他们这种人来说 就是名利场和姚钱树 青衣是不会离开的 那你还不赶紧想办法 帮着找找 那你得先确定我不是局外人 我马上安排人去找我了 大佐 您找我 这几个人的底细你问了怎么样了 他们的秘密现在安全吗 吴敏的手下已经妥善处理好了 不过还有一个联系人没有找到 还有一个 是一个叫金玛丽的吴女 那你去找啊 找不到啊 估计是换名字了 找人这种事情 难道还要我来教你吗 我这就去 报告大佐 您要的东西一定答 好 注意封锁消息 是 老爷 金玛丽找到了 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东亚工商俱乐部 日本人的无常 除了 十二是 最好 正陆 快点 apart 快点 人 伤口 再来 站住 走 三弟 原来是你啊 太好了 我到处找你 还以为你死了呢 是一堆烈火救入我 要不然我已经死了 原来是这样 难怪我到处找不到你 你就是这么找我的对吧 你知不知道你和淳子闯了多大的祸 那个仓库里面藏的都是军部的最高界面 我要是不这么做 你和我都得死 你为了自己 你牺牲我 我不怪你 淳子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你都知道了 告诉我为什么 答案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要是不这么做 我们都得死 我们凌木家族将会名誉扫地 我是逼不得已 五熊 三弟 要怪都只能怪中国人太狡猾了 真做起来 你不是想替二哥报仇吗 告诉我他是谁 我帮你找到他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不用了 要怪就怪我自己 当初报仇的时候 应该把淳子带上 这样就不会被你杀了 或者换句话说 我们不会来中国 这场战争 害死了二哥和淳子 总有一千 也会带你走 住口 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失败的 这场战争 是我们凌木家族建功里 也最好的机会 我们绝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我问你 用死亡和鲜血换来的荣誉 这有意义吗 大哥 你醒醒吧 除了死亡 我什么也得不到 你要是再说这种 蛊惑军心的话 就算你是我弟弟 我也绝不饶你 好 连我也要啥事吧 来呀 动手啊 大哥 大哥 我求你 我们一起回日本吧 带上二哥和淳子 我们现在就走 还不算晚 好 长野军 给我把他抓起来 对不起了 还要死多少人你才会明白 早知道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还不如死了好 你刚才说 救你的是一对猎户夫妇 长野军找到他们 全部杀掉 快 把他关进来 谁都不许见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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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两天了 不差这一多次了 小金哥 要不然 我去吧 行了吧你 你看你们俩 一个瘦的瘦 要不胖的胖 这衣服都穿得不合身 金马一来了 肯定待会儿就跑了 姜妹子 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 就是 没水 就喜欢我这行 郑主来呢 我先上 不行的话 别再上 你好杨子小姐 好久不见 今晚有空闪光去喝杯酒吗 杨子小姐 杨子小姐 里边有您的电话 您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梁子小姐 嗯 我骗了你 我没有你的电话 我只是 不想让这些无聊的家伙 去打扰你 这么说 我 我还得谢谢你呢 你不用谢我 在这个花花世界里 能够看到你这样超烦的人 是我的荣幸 像你这种花言巧语啊 我已经听过很多了 我们认识吗 杨子小姐不认识我 但我每天都会看到你 我藏在角落里 等待着你发现 你还真会说话 怎么 不进去坐坐吗 那边太黑了 会影响我欣赏你美丽的容貌 杨子小姐 现在我们都认识了 人长时间在黑暗里 会被黑暗所影响 如果杨子小姐愿意的话 我想请杨子小姐 在阳光下散散步 可以吗 好 先生在哪里高救啊 我在一家日本商社 日本商社 那你是日本人了 我来自日本东京 那你在日本做什么的 我在这家商社做社长 你这么年轻有为啊 所以我才有勇气 和杨子小姐搭讪 谢谢 你 你们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们啊 我身边这位可是日本人 杨子小姐 日本人 心不住地干活 封锁所有出口 一个都不许放过 一个都不许放过 谁呢 请接受盘查 请接受盘查 真好看啊 谢谢 要是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你 我叫丁林 你叫什么 有人再相见吧 有人再相见吧 金玛丽 当然认识 在哪儿 刚才爱在这儿 一直没进去 坏了吧 大宗先生 金玛丽 被人劫走了 丁队长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都做不好 还想跟我合作 您不要过河拆桥 如果没有我 您不可能有这一手棋 瞧你生气的样子 我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如果这些人是国军 或者是八路 那他们的身份 就会被暴露 他们如果要通知上级的话 就一定会罚报 只要罚报声一响 就都会落入我的手掌心 放下来 这是什么东西 是能帮我翻身的好东西 你 救命啊 有人吗 快点救救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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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子 谁信你 当然是我了 要不是我 你们能抓到人吗 你谁啊 我在哪儿啊 只要你乖乖地听话 我们是不会伤害你 我想起来了 社长呢 你也不看你现在的状况 还有心思惦记别人 我实话告诉你吧 那个什么社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遇见危险把你一个人扔着 自己走了 走了 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 你是社长的相好对不对 你看到他和我在一起 你吃醋了对吗 你胡说什么呢你 我怎么胡说了 我见过的男人比你穿过的衣服都多 这你还跟我开什么玩笑 快把我给疯了 嘿 你这个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 这又难听了 难听的你还没听过呢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是吃素的 你信不信我真的 怎么呀你还想打人哪 哎呦来人呐 骚火要打人啦 快点来救救我呀 哎呀救人哪 骚火打人哪 你还真是烟果留生啊 救没有人哪 美丽 救救我呀 快来呀 你个疯子你 气 怎么样 碰是比你厉害的了吧 都怪你 这位大姐 我觉得我应该是你盘盘的 我呸 谁是你大姐 我尝的可比你水灵多了 你放心吧 我快帮你出去 赶快帮我方出间 去吧 你想干什么 让你看看你自己 看清楚了吗 我怕你忘了你长什么样子 以后没进去看了 你你你可不要乱来啊 我可是靠脸蛋吃饭的 你如果想知道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 这些照片 有三张是五米的眼线 你帮我指贴 是 也是 杜娟姐 还是你厉害 君子东口不懂事 有两下子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赶紧通知伯母 然后让伯母想办法通知上级 我也去 那我呢 你有更坚拒的任务 什么任务 把这母老虎送回 怎么样 几个叛变的学生身份已经确认 得赶紧通知上级 得赶紧通知上级 我这就跑一趟 今天大家都别出去了 留下来吃饭 把其他的人也叫上 好 晚真 你要出去啊 我去买点东西 外边太乱 让下人去吧 少君不是回来了吗 我想去买几阳他喜欢吃的菜 怎么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还记得 我永远记得 我这辈子 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跟了你 可是我现在唯一担心的 就是少君的婚事 夫人 车已经备好了 好 早点回 知道了 走了 好 今天是伯母生日啊 看我的脑子 你去通知大家 我去换身衣服 咱们今天好好热闹热闹 电讯车的工作正常吗 一切正常 只要发现未知讯号员 就能立刻锁定大概位置 我们的位置现在都在这里 还有这么高级的玩意儿 丁队长 让你的宪兵队随时待命 一旦确认了敌人的情报站 希望你也能协助我们的突击队 一定一定 请大佐放心 好 对了 将军什么时候到 下折就会抵达 好 在这之前 我一定要医学前迟 你先回去吧 夫人 您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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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助 好 好 好 晚真姐 你来听 大主 城北发现大功率信号 正在锁定 很好 出发 小军哥 快闻闻 香不香 行 德州扒鸡 卤菜经典 你们看还买的 猪排骨炖汤最有营养了 伯母过生日 吃这个最好了 少军哥 你这是买了个什么东西啊 娘这个叫蛋糕 蛋糕 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都吃这个 这玩意儿能好吃吗 这玩意儿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我娘好这口 对了 猪头哪儿去了 猪头来了 我说你这个猪头还真买个猪头啊你 滚毒 不懂别瞎白话啊 这叫红韵当头 我们老家给长辈郭大寿 都得有这个菜 极力 你要是真有心的话 把你的头给我你了 小军哥 小军哥 给你了 猪腹吃爬戒 对他皮肤好 不是 不是 吃排骨 吃排骨 长肉 长肉 还是猪头好 我就最爱吃猪头了 行了 终于说实话了吧 小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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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宗 目标已经锁定 这个区域电报性很频繁 而且频率很快 可以肯定 目标就在这个区域 他们把电台设在人多眼杂的平民区 倒是个好地方 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行动 但是要记住抓活的 是 杨还没回来 他这个人哪 一工作起来就什么都忘了 也该回来了 咱们家很久没这么热闹了 您这一辈 是行定那段废除地址 到了我们这一辈 是要保驾卫国 去除倭寇 这都没消停了 国难当头 匹夫有责 您放心 我相信 总有一天 我们会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 到那个时候 咱家会天天像今天这样大言四方 进去吧 外面来到 什么 是原将军要来侵城 是原将军要来侵城 大家都在啊 咱们先吃吧 你们伯母有点事 可能回来得晚一点 走 来来 动筷子了 老爷 来 消息可高吗 嗯 情报 不 县兵队的人都出动了 怎么着 有个电台被破获了 宛珍在什么地方 应该就在城北区 马上派人把他接回来 是 烧酒 你也去 拿掉吧 家里不用没人 你们俩留下来保护店 不在前门你去后门 不行 不在前门 这有什么区别吗 太区别了 这前门多风光啊 你可别忘了 咱们俩现在是清真关系 好 那里留在这儿 大总先生 现在所有的路口 我们都已经包围了 我现在就带人进去 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等等 打仗你还嫩了点 长野局 是 快点 这老东西还是不相信我 一会儿跟兄弟们说 打起来的时候都给我卖点力气 谁要是敢聊挑子 把自己蹦了他 是 少爷 没老爷说得那么严重 您不用紧张 这是我们的习惯 不管都没有手 都会先检查一下五群 到那边就知道了 据我所知 他们明哨暗哨内卫三层 还有密道可以脱身 应该可以对付 您辛苦了 多少 好 什么人 出来 过去看看 什么事 刚才过车 缅飞的石头飞进巷子里了 没事 好 好 我真姐 前面被包围了 明少爷被打死了 别紧张 我们先把所有的人件修毁掉 然后大家再从密室离开 快 大家别慌 我们还有时间 重要的事不能留下任何一个人件 明白了吗 嗯 上 上 我 让我给大祖爷看看 希望你不是吃干饭的 上 抓活的重重的上 上 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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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伤了 快走 万真姐楼下顶不住了 快 不行 要走我们一起走 赶紧走吧 万真姐 这礼物 我不走 还受伤了 走啊 万真姐 快走 快走啊姐 快走啊 万真姐 来 我们走吧 万真姐 快走 小马 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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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 前面有鬼就是 你闻了 您去密道 当时接药 好 好了好了 哥俩 借点小心 好 快走